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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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這段片就會講講 Dry Metallic Structure 當然是關於金屬的 金屬的結構 就是Made of Atoms 如果我們用顯微鏡去看 其實結構也是很巨型的 我們就會發覺 看這幅圖好些 我們會發覺 這個Metal Atoms 最外殼的電子 就會游離 它就會在附近 游來游去 就是走去 所以整個結構 就會形成 有正 金屬離子 還有一堆 Mobile Electrons 你稱呼為Sea of Mobile Electrons 你記住,如果是未通電 那些Electron 是 in different direction 就是走去的 我們直接看它的特性 特性就是密度 大多數都是高的 除了什麼呢? 除了 就是group 1 一些金屬 比水低的那些 一定是有 lithium, sodium, potassium 但其實多數金屬 都是很高的 金屬是19.3 好 人們問為何密度高 原因就是 因為那些 positiv的 Metalic Ions 全部都 匹得很密 好 我們發覺 Melting Bond很高 除了第一軸 那些 原因就是 當我們想做 整容的時候 我們要拆好強勁的Metalic Bond 用Metalic Bond 會好些 Metalic Bond在哪裡找到呢? 就是靜黎子 和Delocally Electrons 結果就要很多的熱 另外的東西是通電的 通電靠什麼呢? 就是靠Delocally Electrons 它跟Dry-onic Structure有些不同 它是固態的時候都可以通電的 Dry-onic Structure的鹽固態不通電的 因為黎子拆死了,不要爆 而在Metal Moltant State和Soia State都通電 但是通電的話 就一定有一個Battery 通了電之後 你會發覺 那些Electron 就會Move in one direction 就是由電心的腹極 去到電心的正極 中二Science又說過 與此同時 傳熱能力都很好 那為什麼傳熱呢? 因為就是靠粒子的Movement 好了,那就是說 有一個金屬條 當你在火燒其中一個Ending的時候 那些Mobile Electrons 就會move得很快 就會撞了,collide 那就是靠這個碰撞 就可以transfer到熱力 那我們就用一個很好的Conductor 有時候我叫做Thermal Conductor 好了,那也可以Movement 和Ductor 這個是解可以特扁 這個可以拉長 這個性質都是較為特別的 那我們就說 這個原因就是因為 那些Atoms 或者是我們那些金屬離子 那就Patted in layers 一層層很漂亮的 好像貨倉放些貨物那樣 當我們給了一道力 推一推的時候 是整層的Metal Iron 就會滑 那滑這個字又出現 Slide over to a new position 而這個新的Position 是不會斷的 這個原因就是會立即 有一個新的Metalic Bond 會立即形成出來 Between 那個Ions 和Delocalized Electrons 那這裡的圖畫就會好一點 你看著 每一個Ions 之間都有一個很強勁的Metalic Bond 當你一推的時候 這兩層線 但是呢 在那個新的Position 即是這些新的位置 它就會極速造成一個很強勁的Metalic Bond Between 那個Delocalized Electrons 和那個Metalic Iron Between 對 對 對 我們有蘋果的 居質 通保留 這個 隙子 來說 一個 完全 嗱 置 感谢观看